自主送货电动车辆作为实体概念车辆向 据New Itis报道 虽然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城市空中送货无人机的消息 但很可能自主的地面送货车辆将首先被广泛使用 微汽车公司的Lapod电动车就是一个例子 它刚刚作为实体概念车辆向 后轮驱动的Lapod是基于微现有的模块化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不同用途的车身可以在一个扁平的滑板 是底盘上交换使用 该底盘包含电池 以及微高能单元 该单元包含所有的转向 悬挂 电机 变速箱和制动部件 由于车身和这些单元之间没有直接的机械连接 它们是通过线控技术 由车身进行电子控制 Lapod车身长3.4米 宽1.4米 货物容量为180立方英尺 车辆总重量为2.2吨 电池容量为50千瓦时 最高速度为60英里每小时 此外 它还具有低而平坦的底盘 使其能够携带比其他方式更多的货物 它是为最后一英里的运送而设计的 几把物品从一个中心枢纽 运送到客户家中 该车通过GTS和包括Ladar模块在内的车载传感器 在城市街道上找到自己的路 目前还没有关于其电池范围的消息 Lapod将在1月的2022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展出